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老爷喜欢的羽花茶吗 是的 太太 这茶得开两开才能喝呢 等等 既然拿来了 就放这儿吧 爸 世君来给你请安的 这么长时间 你也没给我请过安 我只好过来看你了 世君本来是要去看你的 是我考虑不周 原本是要等妈妈的身体好了一些 再去探望您老人家的 不懂得李叔 还得请父亲大人嘟嘟包含 你身体怎么了 我怎么不知道 没什么 已经好了 父亲一向繁忙 袁太太的事 小公管的事 哪里又能得闲 想到妈妈的身体呢 世君 不要无礼 小剑 你过来 最近 有没有读书啊 我有个新老师 他天天带着我玩 那他教你什么呀 读完论书 不如行万里路 这话谁说的 是我说的 陈老先生您好 我是 他是顾曼珍 爸 顾小姐 他是我的 我是小剑的家庭教师 一天 通常别club 什么 就是 每次華盾 在家庭教师 influencers api 里Adol 大家都在家庭教师 现在在家庭教师 他主要所以 老爷 就像是什么 这次了 他人就是 他人就是 闭嘴 爸 大秦已亡 我的婚姻大事我做主 我是不会跟十岁石订婚的 婚姻之事 父母之命 媒妇之言 你先出去 不要在这人爸生气 妈 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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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先出去 快快快 来 师兄 沈老先生 您放心 我来 是做家庭教师 不是跟你抢儿子的 曼珍 曼珍 你千万不要误会 我实在太对不起你了 我没有觉得委屈 你生气了 我就知道你生气了 你 我难过 不是因为你爸爸的话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我就应该要不顾一切地反对到底 我 师君 我不是觉得你没用 我也没觉得你有错 谢谢你 师君 谢谢你刚才为我说了一个不字 那个施小姐 我不管她跟你是青梅竹马也好 天作之和也好 我什么都不管 我只信你 你不会离开吧 我为什么要离开 我是小剑的老师不对吗 我要看着梁叔 把鞦签架好 与诺千锦 老爷 老爷 上次您回来的时候 我不小心打了个杯子 这一次 上次你打一个 这次我打一个 这就算是扯平了 我真得 找个算命的去算算 你等等 我损原子 这我可想了很久了 刚才我要知道 有窩损原子 也许不会发那么大脾气的 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你做什么 好吃啊 老爷 订婚的事您是当真吗 你以为我同女儿子一样的糊涂啊 她和翠芝呢 当初虽然没有只妇为婚 但也算是青梅竹马 如今都到了婚嫁的年纪了 水到渠成 画是不错 翠芝也是我看着长大的 她小的时候我老想任她做干女儿 这几年啊 看着她们家一年比一年发达 我倒不好意思高攀了 嗯 我就说嘛 很多事情只有你拎得清 子不教父之过 如今我给她讨一门贤妻 也算是一种弥补吧 老爷 非翠芝不可 还是非十家不可 这有什么区别吗 还说你拎得清呢 现在是咱们求着跟人家十家接亲 袁泰是我父亲亲手创办的 如果在我手里砸了 我对不起祖先 这些话我也只能跟你讲 那边是终究不会懂的 爷爷奶奶 来来来来 吵得想来陪陪爷爷 功课怎么样啊 功课最近有长进了 会被藏尸了 我不要被藏尸了 我跟爷爷下棋 都会下棋了现在 好 那你说 爷爷应该让你几个子啊 爷爷 我只要大帅和小兵 好好好 那个咱们先不吃饭了 下棋 妈 我想问你 发电报催我回来 是你跟爸模画好的吗 你爸爸已经好久没回这家了 我 妈 我 我 我不是怪你的意思吗 但妈你知道的我 我跟翠芝像是钉是钉是毛的 我们互相看不上 这算哪文字的青梅竹马 这也不能怪你爸 他有他的道理 我还有我的道理呢 所以你们父子根本就是一个脾气 你们都任性得很 我跟他不一样 我只恨我现在翅膀不够硬 倘若我现在能独当一面 我立刻去找他分个明明白白 然后带着你离开 我们就不指着谁来养活了 你这话说的 其实我觉得你爸 对我们也算厚道了 否则的话 你怎么能躲到上海去啊 我若是不去上海 我必定会遗憾中生 但你记着一点 你爸现在年纪大了 他身子骨经不起大怒了 妈 袁泰是你爷爷创办的 可是发展到今天 都是靠了你爸爸 你只知道 他不回我们这个家 可是他在外边是怎么做事的 人都说 生意人见人矮三分 就你爸这脾气 他在外边做事 得吞多少委屈啊 那还不是为了袁泰 为咱们这个家啊 袁泰 袁泰 我才不要什么袁泰 你别说这么任性的话 我现在就要去找他们了 你站住 不要再去惹你爸爸生气了 家里可好啊 我 我很好 没想到这么快就接到你们的电报了 以为有什么急事 原来是好事啊 家里按电话了 以后就方便很多了 哎呀 你也晓得妈的脾气 她呀 恨不得出门把电话挂腰上 显摆 不扯这些了 他们家好吗 他们家人都很好 对我也很好 嗯 你姐我呀 眼光不会错的 别理妈 想起来妈 总得唠唠叨叨那地址 反正 鞭长莫急 不理她 有我在呢 姐 你一定要当心身子啊 我就是不放心才打电话 免得你回头又说我乐不思蜀了 行了 姐姐 不要再说了 一会儿吓人看到 还以为我要从电话线里钻回去呢 能吃饭苦蓝乌呀 五米空蓝鱼懂的呀 送送雷底屋了吧 妈 你真是千里眼顺风耳啊 妈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你呀 快添一个毛脚女婿了 我 哎哟 哎哟 我最后爸爸不是来 五三伯悠 五三伯悠 哎哟 我告诉你啊 我呀 我这两天就在想就在猜 你说真真也去了几天了啊 是不是那边 相中了这个媳妇了 慢针啊 如果嫁人我也了了一桩心事了 梁叔 这么快就好了 哎哟 好吧 哎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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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不知道避一避人 整天围着和家庭教师转 让别人看到 又得嚼舌根子了 怎么不退了 退啊 看来你还是不死心啊 那个石小姐 人怎么样 我就是去替你们应付她一下 哪知道她人怎么样 石小姐 一定很可爱是吗 顾曼珍 你跟弑君的问题呢 根本就不在于这位石小姐 而且你心里明明就很清楚 这富贵人家 不可能拿我们当人看的 你管得太多了 我们不是朋友 我不喜欢你用这种方式 来观察我 像脱窥一样 是啊 咱们俩的确不是朋友 可都是天涯沦落人 大小姐 你怎么了 你是不是喝酒啊 你懂什么懂啊 我在害喜呢 好 你送我去庙里吧 来 大小姐 小心 坐好了 我怎么觉得有点奇怪 明明是我要面对这些鸟式的 现在感觉好像是我在陪你散心 你在想什么 这种事情嘛 一定是父母之命 没说之言 肯定你自己面对啊 我帮不了你的 我没听错吧 你思想这么先进的人 居然说出这么八股的话 你是存心想要看我笑话 非要我娶那石翠之不可 那石翠之怎么的 人家家那么有钱 人家也不显阔 人家也没说你办得了不是 你又知道 我当然知道 你看那天人家去你们家办 穿着大方得体 讲话彬彬有礼 多好啊 我们可不可以换个话题 别再提石翠之了 那个 什么时候订清酒啊 我得赶紧吃完了回上海 一堆的事等忘了 连你也拿这事打去我 那怎么办 那板上钉钉的事情 你不能不接这婚了吧 我告诉你 打蛇打七寸 擒贼仙擒王 什么意思啊 等着瞧 我办真事了 你以前 不是不信这些东西吗 怎么现在又是真又是鬼的 你不怕菩萨揍你段子绝生 菩萨刚才揍我一个老婆 顺带一个儿子 要是哪家姑娘碰上你这个鳖山 真是倒了八辈子的霉 你怎么会有慢针的八字啊 就老太太那张嘴 一张牌 什么都可以说出来 干吗去 干吗去 干吗呀 行行行行 我得罪不起你这堂菩萨 我走 我走还不行啊 好了 好了 事成之后我少不了你的好处 我什么都不要 我只要 可以了 可以了 别这么说吧 你现在可是会长最宝贝的 听顾太太说 这二妹要嫁给那个小白脸 你别耍花样啊 曼璐 你这等于是害了二妹啊 慢点啊 小心啊 来来 给我放这儿 小心啊 妈 你别看了 你干什么呀 这到底是谁决定的 怎么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要订婚呢 还是嫁给沈世军那个呆子 当然是你爸跟沈老爷订下的了 我也是才知道 你气什么呀 你们挺般配的 般配 你从小就说 他爷爷是个毛毛匠 是个爆发户 现在居然说我们般配 你嫁过去不会吃亏的 你看看他送的礼多重啊 说明人家重视你 反正我不嫁 要嫁你嫁 你这孩子真是 你拿这个进来干吗 你拿这个进来干吗 这是沈家二少爷送来的花 还有一封信 我就说这人是呆子吧 这么长时间了 既然不知道我最讨厌的就是 百合的味道 世军他写什么呀 我不告诉你 这孩子 这孩子 什么东西 给我看 你看 这鱼哪儿来的 这鱼哪儿来的 这是我和曼玲姐姐救回来的小鱼 又是他 给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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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双女人 什么同事 什么家庭教师 说穿了 还不就是想着法子攀高枝吗 你也不照照镜子 世军怎么会跟你这种人在一起 识趣点 别等着我赶你走 就不好看了 怎么回头 让一让 不好意思 让一让 什么样子啊 你买这个干吗 我的礼物 干吗 这是给你买的 我可是排了好长的队才买得到 你最爱吃臭豆腐的 来吃一个 我现在不要吃了 是他们不懂 这电影就是要配臭豆腐 来 转转吃 谢谢 谢谢 石翠之怎么了 现在不喜欢吃臭豆腐了 史诗俊 你就是故意的 故意出我的丑 既然电影看不成陪你逛街总席了吧 好啊 好啊 你说的 那我走 刚到的新货我都给您留着呢 谢谢老板娘 我跟你说了 我们现在啊有洋货节的带金券 你要是把这些买了 我这微品格要被你买空了 看您说的 我再要这个吧 好的 老板娘可以帮我拿一下这个戒指 来了来了 石小姐 您先看着啊 第二个 红色的 先生好眼光哦 这个可是国外来的新货 结婚指环 是 真的 是的呀 石姬 你看看这个怎么样 行 这个呢 还行 那这个呢 挺不错的 但不适合你 这个挺好啊 我 这 这个是我 我要送给一个朋友吧 可是我就喜欢你了 这个又小又暗 跟你整个人太不协调了 这个这个又大又亮的 您买这个吧 谁说的 这个多好啊 红宝石 够特别 十岁石 这么多年不见 你怎么还是一样不讲道理啊 你是强盗吗 还给我 父亲 我一 十岁石 我 那 那个多少 九十五块 那 你把我给我找了 先生大方 杜板真 跑这么远 折腾这么大的劲 就为了找一条鱼 有意义吗 我只知道这鱼对小江来说很有意义 在那儿 小姐 买鱼吗 喜欢哪一条 找到了 这鱼多少钱啊 两文钱 这鱼缸呢 一次两文钱 我都要 不用找了 谢谢你啊 谢谢 顾板真 你不觉得这样做很没有意义吗 淑慧 我们虽然不能成为好朋友 起码是一般的朋友吧 我之所以陪你来 就是怕你来南京走丢了 还得麻烦人家沈家 你可别自我多情啊 你看你啊 跟这个鱼多像 整天瞪着个眼睛 明知道施君已经订婚了 他们家对你的态度你也看到了 你就一点自尊心都没有啊 你有随着自己的心做过一件事吗 自尊心 又何尝不是自卑心啊 我现在已经不想分辨自己的心了 这一次 我只想分开一切 练幸运回 对于金鱼来说 生命短暂 无论是在池塘还是小鱼缸 有水的地方就是天堂 我想明白了 既然不是我努力能够达到的 我又何必困顿于此啊 我只做我能做的 小剑的快乐 我的快乐足矣 因果循环不到最后一刻 谁又能知道结果会怎么样 就像你跟我 你又能料到 我们会同时出现在南京街头啊 我最没料到的 是居然听你说了这么多 大少奶奶 把这个给小剑 你可真是有信任 为了讨好小剑 还要挑拨我们母子关系 你错了 我希望你亲手送给小剑 我们都是为了孩子好 做母亲的 能满足孩子一个小小的苛求 她会更爱你 我真是不能小看你 我真是不能小看你 沈家虽不是什么名门望族 但从士君爷爷那杯算下来 也有四代 小剑又是嫡孙 家里老老少少都疼她 所以有些人费尽心思地想巴结她 我也不奇怪 你误会了 我从来都没想过 要巴结一个孩子 我只是不希望一个孩子这么小 就认识到胜离死别 如今你连我都算计进去了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像士君小剑那么傻 轻易吃进你的迷魂药 世人都喜欢用自己的想法 去揣测别人的心思 我对小剑好 是因为我也曾经有个弟弟 看到小剑 我就会想到她 我妈妈也很宝贝她的 恨不得把她天天关在家里 大门不出 二门不迈 可孩子的天性就是小鸟 就是小鱼 他们喜欢自由自在的 孩子的心里有病 身体又怎么可能好 其实大少奶奶 你也应该跟小剑一样 都出去走一走 整天困守在这个宅子里 房子再大 也是被骗娃遮盖 不见天日 天地大了 心胸自然会变得宽广 你居然还来指教我 你是什么身份 算上你买的那些东西 再算上你的工钱 总是足够了 我们身家 从来都是明明白白做事的 你是小用钱 来收买我对孩子的诚意吗 你买不起的 我打算请梁叔去买护士票 你跟不跟我一起走 可怜这些我过的生命 真是殃及之余啊 你要是再这么执着下去 最后殃及到了 这不止是余了 道理很简单 长痛不如短痛 就看你自己能不能想得痛 好 好 我跟你走 我明白了 明白什么 你今天约我是岁翁之翼不在酒吧 算你充满了 从头到尾你都在跟我唱反调 我哪惹您大伤也不痛快了 我承认 臭豆腐是我的恶作剧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只算是我问你 你真的打算跟我结婚吗 南京城统工也就我们几家家事差不多 跟我年纪相仿的来来回回也就你们几个 跟那几个荒唐的比 你就是矮子里的将军了 我的师大小姐 亏你还赌过大学 你的想法怎么可以这么迂腐啊 结婚当然是要跟自己喜欢的人结 难道你还要我们重复我们父母的命运吗 你整天没事只会在家里打牌 成天留恋在外面不回家 这是你希望你想要的吗 你在上海上麦有意思吗 当然有意思 不用跟家里拿钱就不用听他们的 多自由啊 就这点 我还是挺羡慕那位顾小姐的 你要是知道 她如何为生活奔波你就不会说这种话了 你就是身在福中不知福 你根本就不了解我 对 我就是不了解 同样的你也不了解我 既然我们都把话说开了 我就把话说得更彻底 石翠珍 我已经有喜欢的人了 同样的你一点也不喜欢我不是吗 我们根本就不适合你最清楚了 没想到你这个呆子也有开窍的时候啊 太好了 那接下来是由我来操心 我们目标一致 合作愉快 不行 为 我为 为什么 我 我 你 你不是不喜欢我 我是不喜欢你 但我更讨厌你利用我 我 从小到大我就喜欢看你着急的样子 你越着急我越开心 想要让我随了你的心愿想都不要想 这个老十字蠢笨得很 我又不喜欢了 那我 曼山 曼山 我知道你还没有帅曼山 你出来 你出来 太晚了 有什么话明天再说吧 你今天不要走 我知道 好 是不是我大嫂难为你了 你告诉我 不是 我是想着 我放心不下我的家 姐姐身体弱 妈妈要照顾奶奶 我想回去帮衬帮衬 所以我去跟小剑道了个歉 下回再来看她 不是 可是你求伤一走了之 我从来都没有后悔来过这一次 你用不着这么暴怒 难道你还不了解我的心意吗 既然有心 在哪儿都不是距离 又何必在意是离开还是留下呢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不应该是这样的 电魂这事 真的不是我的本意 但是你现在说要走 你嘴上说相信 但是你根本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你不相信我 我们怎么哪有将来 我知道你的心思 我也明白你的心意 不管怎么样 我的心是不会变的 可是这个世界本就这么残忍 我鼓足勇气跟你来 我是抱着希望跟幻想的 可是就这几天 你们家天翻定覆了一样 你家 他家 订婚 虾片 你我的尴尬 大家的尴尬 世君 我爱你 可是怪我爱有什么用 你们怎么走下去呢 我无论怎么努力 我都没有办法够到你的高度 都没有办法走进你的世界 只要我们走进你的世界就好了 曼泽 曼泽 你出来 我 我 我们现在就告诉 就告诉我爸 这个家 这个家就算没有他 你让你吃得下去 沈世君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幼稚 你养过家吗 你是不是觉得我很没用 还是你觉得我只没做一个米虫 世君 你怎么还不明白啊 世君 爱情不能当饭吃的 你看看这个家这个宅子 你就算马上只能长得公平 你哪儿仇老也是飞水车薪 你能养活自己 这个家都没老子的家 都没人积属这家 曼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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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以为了你 我什么都不要 这一切我都不要 别在家太大了 不要 我才能不能死 不要 曼泽 你不要这么决心好不好 曼泽 你不可以就这么放弃了 我 我 我很努力 我一直都很努力 你不要离开 你不要再说 就让我自私一点 帮我离开 然后回到我的世界去 顾曼泽 我真的很烦你 你操心所有的人 你就是不操心我 你就是不操心我 你操心所有的人 谢君 谢君 她脚在肚里 我实在心 让你 只从真割了一层 但是怎样 都淹没到心上去 你知不知道 我 我有多么希望 可以把我这里给烫化了 给烫化了 但是我做不到 曼泽 你知不知道 我可以为了你 我 我 我为了你 我可以什么都不要 曼泽 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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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真的能做得到 我觉得真好 什么话都能说得住透 现在播报新闻 日间记者 从上海市警察总队获悉 近日市政府召开专门会议 将联合各界 对南市北市的地下非法经营 进行打击 欢迎各界群积极举报线错 你怎么样 戴着过去 你老是整治 真会气 我儿子喜欢听的小曲子呢 好 可恨鱼热的 真是 阿宝啊 大小姐的药喝了没有啊 还在笼子上呢 用大型铺菜呀 她是用公样笨子 做这种剧掉的游戏嘛 想怀了呀 我胖了 胖了好 胖了好呀 妈 你怎么又去买这些 有的没的呢 这点小布头 不用多收草票 我得笨呀 但是买回来 做小孩衣服 又舒服 又实用 我们家哪儿缺这些零头布了啦 你就是改不了